经常这样回复你的男人铁定是不爱你了 第一点,你给他发的消息多,他回复的消息却很少 偶尔多说点也只是抚衍你 如果你的男人很爱你,那么他对你的信息是很重视的 你的消息他会回复,并且给你回一大串消息 他对你们之间的聊天很感兴趣,能和你聊很长时间 他想和你说心里话,他还会主动给你发消息 你能感觉到他的心意,你会很甜蜜,很幸福 他也感觉很甜蜜,很幸福 相反,如果一个男人根本不爱你 你给他发很多消息,他回复的很少 你给他发一条,他就回一条 甚至你给他发三条,他就回你一条 就是勉勉强强的回复,他根本就没有兴趣跟你聊天 第二点,给你的回复太敷衍 如果你的男人给你的回复总是很简短 你给他发很多条信息,他都是这样 嗯嗯,哦哦,哦哦,甚至就一个字 嗯哦,这一看就是很敷衍嘛 对你不冷不热的,你跟他聊天很无趣 你兴致勃勃的跟他发一大串消息 他就这样简单几个字回你 那你心里会好受吗? 这说明他根本就不在意你,不爱你 第三点,对于你的消息 他也不看发消息的时间就简单回你一下 你跟男朋友发的消息,他很长时间才回你一次 就算偶尔快了一点,也就简单的回一句 敷衍一下,打发打发你 他也不在意哪条消息是什么时间发的 就算错过了也不在意,直接不回了 也许你给他发的消息有好几个时间段的 那他也是吵吵的回你一下 不在意时效,所以你一直等他回你消息 可他就是不回,或者回了消息,但是跟没回一样 你难道不难过吗? 以上三点就是关于男朋友回复消息的表现 如果你的男朋友很少回复你的消息 或者不回复你的消息 要不就是简单的敷衍你一下 这样的男朋友真的不值得你跟他在一起 他根本就不爱你 你还是趁早离开他吧